好 今天是兒童節 你們怎麼慶祝呢 來看貓懶跟木架動物園 可都有提供國小以下學童 免費來搭乘這樣的好康 偏偏氣象集就在這個時候 發佈了強風特報 而貓懶上午一度還暫停了營運 讓整個大起了大早的家長 跟小朋友覺得好失望 滿心期待搭免費貓懶歡度 兒童節的小朋友 如今難掩失落心情 無聊到看手機 大人則是看報紙打發時間 全因為山區強風攪局 行程被打亂 太可惜了 來了一場空就不能進去 又不是很大風啊 後面行程整個都會打亂 因為風勢太大不能中懶 所以很失望 對比貓懶排隊人龍掃興的心情 木架動物園一樣開放 國小以下學童免費入園 加上天氣不錯 家長帶著小朋友 上午創下一萬人入園 不用啦 慶祝兒童節也有這樣流汗的活動 由專業的教練教導小朋友爬樹 藉此訓練勇氣跟體力 全台慶祝兒童節活動多 偏偏氣象局發布強風特報 讓位在山區的貓懶